2013布鲁塞尔千年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即将在5月31号开幕 本次电影节从全球送选的500部影片当中选出100部 在电影节期间公映 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自由中国》也再次入选本届电影节 极权资本主义论坛单元 5月31日至6月9日 第五届千年电影节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 上映从全球50多个国家的500多部电影中 选出的115部影片 这个节目的地方是在美国的心中和布鲁塞尔 非常重要 因为它是给大家联合所有人 最好的电影师 最好的艺术师 在我们世界上的问题 但也就是选择者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国家的观众 千年纪录片电影节的诞生和名字都源于联合国的八项千年发展目标 包括减少极端贫穷人口比例 遏制艾斯病的蔓延 普及小学教育等 一切都是为了销售 是这次电影节的主题 旨在探寻经济目的以外的人性价值 一半的参展影片都展现了这个主题 包括贸易全球化背后的残酷现实 如入选纪录片《自由中国》 讲述的就是两位法轮功学员应坚持自己的信仰 在中国大陆受到严酷打压 被拘捕 被劳教 被强制做奴工的经历 在本届电影节中 另一部中国影片 贾张科指导的《24成》 将参与2000至2011经典纪录片的角逐 这部影片描述了 因开发新楼盘而搬迁的 成都国有企业的三代人的生活经历 新唐人记者李兹李月 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